垃圾食物當正餐 張柏芝凌凌臭小孩 張柏芝去年帶同一對寶貝仔 Lucas和Quintus 由新加坡回香港定居 本來一直都居於中半山 不過作為二十四孝母親 為了方便兩個兒子入讀沙田區的國際學校 早前就被物搬到大埔的康樂園居住 以一錢,素顏的柏芝就親自駕車 帶同兩位可愛的兒子 去到康樂園附近的超市購物 只見柏芝快手賣出一大車垃圾食物 例如罐頭燈拿魚、腸仔、罐頭湯、杯麵等 營養價值接近零 雖然忙於工作的單親媽媽難免貪方便 但作為母親 都要關注孩子健康才行 行足半小時後 三毛子就推出兩輛購物車 去到收銀處付錢買單 而柏芝在收銀機前面仍然繼續選購 加上購買的物品甚多 早中發足不少時間才完成付錢 而付完錢後 客人便隨即帶著兩個兒子離開超市 當出門口發現記者後 還立即戴上口罩 還跟店員說 遲些錢回來拿東西 之後他便互送兩個兒子 無遇上車離開 不大便 多可穢 什麼事 旁氏 很大雜 這集 在海奮